尊敬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蜜蜂乘乘 看我戴这个帽子了吗 这个就是养蜂的专业的帽子 防被蜂子遮的 前后全都是网 然后前面看人 看人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网 然后旁边就什么颜色都可以 是不是挺险进的 我爸这是拿出来之后第一次检查蜂子 看看 这些小蜜蜂 还挺厉害的 还是得几乎就折腻 一点不留情面 他露的脚脖子不怕折腻 我怕 你别说就当他风都看不见 清一清这风向底下 都是去年秋天 哎呀这风的挺厉害 去年秋天他造的那些钾片 得清一清清干净 今天这个蜂子特别厉害 你看他还有蜜屁呢 这个 天不暖和 然后外面没有蜜 你一碰它 它就特别凶 嗯 这个要撤出来 这个蜜皮它吃不完 是吗 那你没看到它有没有采的卵 它不往蜜皮上采卵 采的还蛮多了 皮的多了 哦 冻一块细一块 不板 不成片 皮的少了点 就成片了 看这种撤下来的空蜂皮子 你看这是这风干的就是蜜 他没有全部吃完 就给它撤出来 送到屋里去 怎么干两个 送完了 送完了就这两个 嗯 这个东西是熏烟器 这个就是熏蜂子 对熏蜂子 蜂子太厉害 用这个烟熏一熏 在哪呢 蜂王 刚才说那个位置 在那看到了 看这个位置有一个肚子特别长的 就是蜂王 看到了吗 在这 这就是蜂王 蜂王跟小蜜蜂长的一样 但是它就是肚子格外的大 产卵用的 最近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蜜蜂丑丑 我和我爸我妈现在在我山鼠这个院里检查这个小蜜蜂 就是像我爸刚才那样一框一框的 提出来那框一框一框的检查 主要检查就是看他缺不缺蜜吃 就是缺不缺东西吃 再就是看看蜂王 现在检查蜂子 现在检查蜂子主要就是这几箱工作 然后我爸这样检查一箱蜂子大概是 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一箱吧 是不是吧 差不多就是十多分钟十五六分钟能检查一箱 然后敢在这个天气还暖和的这个中午 尽量多看几箱蜂子 因为这几天我们这天气不太好 都是阴天 阴天的话就尽量不要打开盖 因为这个小蜜蜂也是很厉害 天不好的话它容易遮人 好 好 所以 这 나�是 小蜜蜂 它难道 你快 你快 去 这些 绝对 这些 有什么 你快 抓到 你快 还 你快 你快 我快 你快 我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排看完了 最后一个 然后是这一套 今天好像是看不完 看一下密密麻麻的 密集恐惧症要疯了 我们要看这个东西